感谢观看,愿观看此世兵的您,永远健康,幸福,快乐,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低微的七位开国皇帝七,汉高祖刘邦刘邦,配风一中杨理人,汉朝开国皇帝,汉民族和汉文化的伟大开他者之一,杰出的政治家,战略家和军事指挥家,刘邦出身农民家庭,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在村里混得还不错,算是酷农,刘邦增人配限次水平常,相当于配限次水香香常, 姜太出所长,刘局局长,刘邦的出身于一般农民相比,算是很不错料,毕竟吃穿不愁,还能学习一下偶像性联军,交一帮朋友,大和帝王将相一比,这出身不是一般的差,刘邦后来能够在秦末群雄之中脱颖而出,实属不易 六,南朝宋五帝,刘邦刘邦,自责于,小民济奴,祖籍鹏城,生于金口金镇江,自称刘邦之地刘娇的后代,南北朝时期政治家,改革家,亲世家,分两度北伐,收复洛阳,长安等地,功勋卓著,五胡乱华时期,刘邦家族,关随大批中原人难度,并居金口,刘邦出生时家庭非常贫寒,其母生育后染病去世,父亲刘翘梅前请竹母给刘邦哺乳, 一度打算抛弃她,后来幸好刘怀靖之母,伸出人手,养育刘邦,才得也活下来,后来,刘邦做廖皇帝,为廖道达刘母,让平庸的刘怀靖做廖高官,五,范昭烈帝刘备虽然刘备,自称,是中山晋王之后,但从中山晋王到刘备,已经过廖时期待,加上父亲早死,家庭贫困,刘备或能靠知习范女为生,刘备,27岁时正好赶上黄金起义,于是何关羽, 张飞一起招兵买马,拉起一只罪武投奔料流烟,这才逐步改变料自己的命运,三十岁看诸葛亮,四十岁看曹操,五十岁看刘备,这话不是没有道理,四,南朝陈武帝陈霸仙陈霸仙,自兴国,小自法生,无兴人,汉太秋长城时之后,陈霸仙出身低威,但好读兵书,同时打于练武,本为乡基里苏村官,后到南京成为管游库的小官, 受销应赏识并参军,不久出任西江都户,高腰太守,通过平定侯景之乱,陈霸心渐渐控制廖阳朝的政权,太平二年五百五十七年费梁境地,自立为帝,建立大臣,改元永定,视为臣武帝,三,朱温,朱温,宋州荡山金属安徽人, 早年丧父,随母亲在骁陷刘崇家,做庸人皇朝起事,朱温加入皇朝军,并随军光破长安,后来朱温背叛皇朝,成为唐朝高官,帮助唐朝平定了皇朝起义,907年,朱温被唐阿帝里住,自行称帝,建都开封,国号为大梁,二,乞丐皇帝朱元璋,朱元璋是安徽凤阳人,出身贫农,因为饥荒,大部分家人都饿死了,或能去庙里当和尚,一起讨为生, 一,奴隶皇帝石勒,石勒,自是龙,杰族,上党五乡金山西鱼舍人,石勒国时期后赵建立者,史称后赵明帝,也是世界历史上唯一的奴隶皇帝,石勒的父亲曾做过湖人部落的小头目,但家里十分贫困,石勒十几岁时正赶上饥荒,于是石勒和朋友干紧料贩卖人口的买卖,把嘎到的湖人卖到冀州做奴隶,但有一次,石勒被司马藤黑吃黑,自己也被卖到山东做, 当时,建朝司马家族内部经常打来打去,石勒就是发任命第一次反东海王起义,追随吉桑投靠辽宫师班,后来凭借军功逐步成为一帮诸侯,进而建立后赵,成为皇帝,再次感谢,喜欢的可以订阅哦,感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